欢迎回到CFRU 93.3FN中文广播 我是你的主持显怡 今天我们邀请到嘉宾 Jackeline,Michael,Jasper和Phoebe来我们这个节目 大家知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 不知道 明天就是香港的儿童节 耶! 香港的儿童节就是4月4日 其实你知不知道原来与加拿大的儿童节是很不一样的吗? 不是很知道的 加拿大是什么时候? 加拿大的儿童节就是11月20日 但是我没有印象11月20日有很多儿童去祝福的儿童节 我怀疑是加拿大不重视这个儿童节 可能加拿大没什么童年 说笑而已 有可能我们现在在大学 未必见到童年节的慶祝活动 始终我们都是大学生 和他们准备mid-term 对,准备mid-term 不是很烦恼的 应该是11月20日 我们正在上学 可能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再是小孩了 所以我们就没什么这些 超级上心 那说起这个题目 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童年回忆想分享一下? 我的童年通常就是看卡通片和打机 你们有没有看什么你们很喜欢的卡通片? 卡通片来说最深刻最喜欢的一定是《爆船陀螺》 大家有没有看过? 我有听过,我没有看过 我有看《爆船陀螺》 我是看有三季的嘛 我看完那三季的《爆船陀螺》 我不知道你看了多少季 我是看《烈风天马》那一代开始看 我也是看那一代开始看 然后看到他不知道换了主角之后没有看 其实他应该总共是四季 不过去到最后一个季就像你那样说 换了主角 所以他是变成了一个类似 一个师兄 一个前辈的角色 客串 大家有没有看什么其他卡通片呢? 我讲我的卡通片 我想好奇问一问 你那么喜欢《爆船陀螺》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深刻? 有什么那么特别? 那么深刻? 我想应该是他的玩具 因为你看譬如《多拉英梦》 他不会特意出一些法宝 例如现在出空气炮 但是你以前小时候不会用来玩的 我浪费一下 我以前拿过一卷 市卷卷在一起当空气炮 我知道 我也试过玩 我也试过这样做 我的朋友也试过这样做 然后他拍我照片 然后就非常好 还有《爆船陀螺》 我之前都有玩的 我之前都有玩具 我通常不是买正版的 玩具有些翻版的《爆船陀螺》 然后因为你想自己的陀螺比较强一点 同时你小时候 然后上网我看看有什么方法 然后我看到有一条YouTube影片 是教你什么烧烤 烧烤你的轮盘之类的东西 令到你的陀螺更加重 然后你就没有那么容易被人弹开 然后我是真的打算试 这么小的时候 玩火 差点没有那只手指 不是那只手指 但是说是小孩 没错 小孩不太学 不太学 但是我想《爆船陀螺》 可以令到你懂一些《质量》的原理 对不对 我这样想起 我没有转而过在那方面 他有提及过 但是那时候小孩真的不懂 他有讲过离心力 如果大家熟悉的话 他有一只叫做什么 大地月旅的底盘有两粒钢珠在下面 他转的时候就会有离心力 然后就会令到两粒钢珠向外面飞 然后就令到它更加稳定 更加持久 我刚才说有一只陀螺 它卡通里面说它自己能吸收什么旋转 然后令自己转快一点 它真实是它有一个橡胶的轮盘 然后它向左回转 但是通常陀螺是向右回转的 然后因为你向左回转 你抵消了它向右回转的那些冲击的 同时你可以吸收 它真的可以吸收 我试过 我用手转和人家用什么发射转 是可以赢得到的 它那只叫运石魔龙 是白色的嘛 是是是是 它现在炒到好像200多港元一只 真的吗 还有人买? 我叫我什么丢了 尾板也炒到200多元 因为那只很厉害 你买的那只是翻版还是正版? 正版 正版 你为什么丢了它 我没有什么丢了它 是你的童年回忆 我的童年回忆是我心中 可以 你讲这个 我想起我以前有看出第二部卡通片 它叫做爆丸 它爆丸 我买一个正版和翻版 很有趣的 它翻版的那粒是比正版大很多 是 我想说名副其实的爆丸 即爆火丸 那两粒都是丸来的 不是真的爆 爆散伤 不是不是不是 它没有那麽恐怖 安全的 安全的 然后我现在还继续继续续 因为像你所说的童年回忆 我继续正版 我不继续翻版 我继续一粒正版 我前面也是买过翻版爆丸 然后爆丸你知道是有机关的 蛋弓一样 然后那块蛋弓一样弹出来 然后就爆不了 正常是你有专卡 然后你撼那波网 然後攝錫 攝錫就出腳去彈 然後有錄 它黏住了 但爆不開 你這樣說我一直都是這樣 我也是 是不是翻版 我是翻版 我那隻也是翻版 更大顆 但彈不開 我忘記一個顆 忘記剩一版翻版 但以前是彈開過 不彈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30歲 不過這個不是我最喜歡的攝影片 我最喜歡的是寵物小精靈 AKA POKYON 不知道大家有看過 你們看哪一代寵物小精靈 其實我除了第一代沒有看 全都看過了 我喜歡到現在 所以現在 算不算劇透呢 應該也不算的 就是原先的主角小智將會完整個故事 即是它已經不再是主角了 我有看 像這些人貼 是呀 這個也挺大的消息 也不算劇透 但是我從知道消息之後 我停了 我就沒有再看 因為好像一看完就沒有了 但是主角是誰 陰謀 是一個新的主角 是新的主角 新的主角 其實我是沒有看過 但是我這樣聽到你這樣說 我覺得有時候那些卡通片都會想表達一些很重要的人生道理 沒錯 就是那個什麼閃電11人帶出這個團結就是力量 所以運動的卡通片都是 不是的 有一套不是的 哪一套不是的 那一套不知道是不是卡通還是動漫 應該是動漫來的 但是它是帶出selfishness 你叫什麼名字 藍色監獄 足球的 你極推那個 我極力推那個 真的 現在聽到的觀眾還沒看藍色監獄 都快點看 但是我建議在看藍色監獄之前 先看排球的笑容 因為排球的笑容又是真的很好看的 這個我贊同 是 挺好看的 總之是很touching的 因為我現在打開排球的 其實那個原因是因為這套這樣的動漫 應該是這套動漫的一個角色 一個角色我才開始打排球的 所以就很meaningful 大家還有沒有其他童年回憶 例如食物 有沒有什麼童年的食物回憶 記得我小時候幼轉的時候 我媽媽經常帶我去吃豆腐花 是 每天放了學之後 就帶我去吃豆腐花 所以我記得那種味道 很久沒有吃豆腐花 是 我都很掛念我的 grandparents 因為我很記得我讀幼稚園的時候 每個下午他都會送我上學還是放學 他都會趁機帶我去酒樓飲茶 所以我就吃蝦餃 燒賣那些食物 通常不是太健康的食物都會給我吃 通常那些grandparents是會放縱點酸 吃得好 一些都不肥 一些都不肥 繼續吃吧 吃多一點啦 這塊糕長大 是呀是呀 沒問題 我和我爸爸都會帶我去吃東西 我記得有時候我爸爸會帶我去吃雪糕的 哪一款的雪糕 Hackandise 我們會去便利店買 然後一起走回家吃 我記得我之前游泳 小學有游泳的 因為那時候都很冷 比現在香港更冷 那時候游完水是去7-11買一瓶熱的維他奶 玻璃瓶 哇 很好喝 很好喝 而且很暖 冬天的時候一定要去喝 就算大了 我也會去喝 是呀 但不是每間7-11都有 很想吃 我真的很感恩 你講起7-11 我吃的雪糕不是很大 我記得有幾款的 其中一個是紅豆還是綠豆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是呀 其實很棒 那個小時候是完全不喜歡吃的 是呀 越大越大越懂得欣賞 現在我大越懂得欣賞 它已經沒有了 它沒有了 我已經找不到 我來 我還有 還有 我那次 上個雪糕花都有 OK 可能又少了貨 Depend 你是哪一家 你還記不記得有一隻雪糕叫大腳板 大腳板 總之是一個寬的 那個印象 對 總之是一個腳掌 它是朱古力Vanilla 混合 它是雪糕 然後有一邊 就只有一邊是朱古力脆皮 哦 然後有花生碎 OK 可能我見過 吃得少 對 但是有一個是香蕉的 它真的不能剝掉皮 是呀 那個啫喱 我超喜歡吃 我想找回它 但現在都找不到 現在沒有 很多東西都沒有了 我想說 好可惜 好可惜 還有它有一隻是 好像都是著巢的 它是橙汁冰 那個是我小時候最喜歡吃橙汁 就是我媽媽就會買紅豆 我就買橙汁 很喜歡吃橙汁 但是這邊都有類似的味道 就是我朋友買了一個箱 我也吃的 都挺像 其實很像 大家平時會不會 小時候小學的時候 會不會帶零食回去 就是小飾的時候吃 你會帶些什麼零食 我會吃別人的零食 為什麼 別人的東西好吃一點 隔壁飯 不用付錢 哦 好省家 好省錢 當然 我記得我小時候 有食物敏感 就是對Glutin那些 都會有皮膚的反應 所以我小時候就沒什麼吃 就是香港那些獨有的零食 不過我就不是很乖 所以我小學的時候 我看到有人有多點零食 我都會去問他拿東西吃 我吃過都是有炸的麵 碎麵 媽咪麵 媽咪麵 不是媽咪麵 不是媽咪麵 不是有一個 是否油 是否 是很咖啡色的 是很咖啡色的 有酥油味 是一條大 一條腸的 但是不是很好吃 是手指餅 類似 總之是八力子 但是沒有coded 粗一點那些 ok 即是它的樣子是餅 然後它是有頂牛仔帽 拿槍 不是八力子 那些 可能不同牌子 應該是 不同牌子 但是四手指菜很好吃 特別是番茄味 哦 芥末味 芥末味味好吃 以前會工備 以前會工備 咸 但是現在不會吃 哦 如果朋友有機會回到香港的話 就多點買這些零食 我們關於童年回憶的這次 我們去到這裏就完了 那我們下一節再見 去過 和我谷飞 放心欢笑乐就是你 朋友最多 转圈转圈虾武供你 烦恼放开 转圈转圈书发满气 欢笑尚尚全给你 帖 粒种字幕再悲 朋友最多 转圈半场乐再供你 随你喜欢 纷一角才吓我供你 随意去边 纷纷一角才吓我伴你 开外试试取心机 帖 粒种字幕下你 怀事最好 纷纷一角落极是你 朋友最多 转圈转圈虾武供你 烦恼放开 转圈转圈书发满气 欢笑尚尚全给你 帖 粒种字幕再悲 朋友最多 转圈半场乐再供你 随你喜欢 纷一角才吓我供你 随意去边 纷纷一角才吓我供你 开外试试取心机 帖 粒种字幕下你 随你喜欢 纷一角落极是你 有如在梦幻光 神奇力量赠我 台南元的白宝 台南元的白宝 童有万丈太空 银河上面布绽光音的美好 ent平若是雨倒 随时锤地周边 心芳大的满 assez霉 快飛wand以神慕首乐国 络 your zag уз track 星光閃閃跳舞 隨意踏進這時門 讓你想得到夢變真 越過鐵路和郊野 轉眼再現夢派車 Shalalala 陪伴我一起歌唱 高姓安國 同樂去登登堡 Dora Emo 仍此刻不會落 夢境總可以得到 Shalalala 陪伴我一起歌唱 高姓安國 同樂去登登堡 Dora Emo 仍此刻不會落 美景長 可 二望見得到 歡迎回到第二節 我們剛剛講完兒童的回憶 以及我們以前小時候會做的事情 你覺得我們現在長大了 我們做回以前小時候的事情 會不會有不同的感覺 我的話呢 我以前很喜歡看小說 特別是以前小時候 我喜歡看愛情小說 我以前看會覺得很美好 然後會覺得很溫馨 總之好像那個世界很完美 然後他們很開心 那種感覺 我現在看會覺得很真實 裏面的所有事情都是 現實首先不會發生 好難的 就算現實發生 就算不是現實 就這樣說小說裏面 有很多位都在想 其實他這樣做不等於喜歡你 我會有很多現實的考慮放進去 沒有以前那麼單純的可以欣賞故事 所以你這樣就變成了愛情大事 那我就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還有其他經歷感 好 That leads to another time 你們呢 講起那些大過了有不同的看法 我都覺得我都有這些想法 就是我以前小時候看無面超人 那我看這個叫做無面超人電王 那個主角很廢 那他是要靠其他 他們叫做自摩神 這樣上身才可以 真的打到怪獸 打到其他自摩神 那跟著以前小時候看是沒什麼的 覺得都OK 就是之前都是看他們怎樣打 和變身的 然後現在看就會 因為近來剛剛才看完 他其實主要開始看是看一些劇情 就是我現在長大了之後 然後就會嫌棄主角 為什麼這麼廢 已經打了半季了 就是已經打了15集 都還是這麼廢 就是開始會覺得 有些setting是不太合理 或者可以更加好 但是始終他是 給兒童和小孩子 我們小孩子看的時候都是 都是給變身 買一下玩具 那些 那我就是 因為我小時候就有打開冰箱 自然會有參加一些比賽 那我小時候 我希望遇到一些比我自己差的人 所以我可以拿那個叫做榮譽感 因為贏了他們 但是長大了 當然我長大了就沒有打冰箱 但是我去打排球 那個轉變就是 我不會想對於一些比我自己差的人 我想對於可能比我自己強的人 但是你贏了他們 會有更加 那種 那種 我不懂得怎樣形容 有一種 好自豪 因為贏了他 他比我自己強 贏了他那種心 那種自信心 是啊 是啊 我都心同感受 就是以前都有打開學界 那我 我都跟Michael一樣都喜歡 想跟比較差一點的學校打 那自己就會有多些機會可以上到籃 那可以 就是可以給爸爸看到 就是我 我都可以做到 那我會 我會想有這種感覺 不過 我現在就是 大了少少 我覺得 就是 當我做一些我喜歡的東西的時候 我都想有一點挑戰 有一點 可以挑戰到我 才會令我更加好 這個東西是我更加想要的 我不想要的 就是輕易可以贏到的感覺 我是想 要一種 已經有努力過而爭取到 就算爭取不到 都是不要緊 我覺得 有努力過那種感覺是最好 嗯 是啊 還有我想說 雖然我 我小時候不是看很多那些劇集 那些卡通片 我覺得 小時候做功課 我都是覺得 真的很難 很多事情做 我都是希望 那些功課少一些 容易一些 不過到現在 我覺得 功課就是 雖然都是 很懶惰 但是我覺得 功課是 保持著我 可以 保持到 我有一種 能力 保持著 不會 做數 就會脫底 所以我覺得 困難 其實是 你大過了 就會懂得 是一種機會 OK 這些機會 就要好好爭取 你說起 我都令我想起 以前 我會很討厭做功課 或者考試 因為覺得 唉 又要 我就是想 可以看太空影片 玩遊戲 然後多了一個 不喜歡做的東西 但是大過了 會懂得怎樣 欣賞那份功課 之後會帶出來的東西 因為每一次 當你明白了 就是可能數學 你明白了 你懂得解那個題目 反而 你會覺得自己 吸收了那個知識 所以 做功課已經不重要了 反而在背後 做完功課 你所達成 你所吸收的知識 是令我覺得很 很 很 那就有經驗 就是 更加 更加多能力 是啊 好像你level up 這樣 是啊 這個是小時候 你不會 你不會體會到 因為小時候你覺得 這是一份差事 你就完成它 其實小時候 它不會理你功課了好不好 是 他就覺得 做完功課 你要進行功課 就是要硬著一個 是的 是的 然後你不會懂得怎樣去看到 這份功課 所帶給你的好處 嗯 大過了之後 就會知道這件事 還有你會懂得欣賞 是的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記得 從小學到中學 都經常都很忙 經常都沒有休息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投訴 啊 功課很忙 很多事情做 沒什麼時間休息 真的好不想 經常都這樣occupied 但不過 當我終於中學 不完異之後 然後等大學開始 暑假是 沒什麼事情做的時候 我就覺得 嘩 好像沒什麼 沒什麼事情做 覺得很無聊 嗯 感覺好像 我做的事情 沒什麼方向 沒什麼目標 我其實 就是 對這種感覺 其實 我不是太 就是 太喜歡 反而是 有些事情可以看待 有些事 有些事 是可以work on 所以 我回到大學 有功課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 就 比較多些motivation 我反而是 更加多自信 還有 有這些 就是 回到大學 有這種機會 可以和人 就是 怎麼說好 有種機會和人合作 合作做project的機會 都令到我 更加 就是 勇氣 更加想 達到我想做的事 還有我的 夢想 我都是 想快點 一步一步 走上去 走上去 是的 這種感覺是 很不同 是覺得大了 才可以明白到 是的 不知道 其他你們怎麼看呢 因為我真的覺得 上了大學 就是 可能那個暑假由 4月開始 然後 9月才回發學 我真的 上一年 1月的暑假 我才發現我 這麼想回發學 就是 無聊到 是 怎麼說呢 可以攤司 就攤了 但是 就是差不多 可能 去到7月 就是放到一半 其實已經想回發學 就是有些 assignment 或者功課 想做 嗯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那段時間 我們沒有計劃 我們會做些什麼 就是因為 你通常 你上學的時候 覺得很忙 你就會想著暑假休息 就沒有什麼計劃 給自己做些什麼 就會好像 你那段 當你暑假來的時候 你根本是 一點目標都沒有 你就是在家 可能吃飯 看劇 就是會很 很悶 很悶 沒有什麼挑戰 會令到很悶 沒有什麼 對 對 所以其實 所以長大了才知道 有時候 就是你上學後 你放 就是你除了 夏日假假 讓你休息 同時 都是去學習 怎樣去 計劃好 你一個 就是如果你有一個休息 你怎樣計劃 去令你自己更 motivated 去做事 充實自己 充實自己 對 對 當沒有的時候 我們就想快點上學 是因為我們上學給了意義 對 大家還有沒有其他想法 因為我從小時候 跟現在的想法 都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我覺得功課 都是很煩的 我沒有你們那麼有啟發性 我真的覺得 為什麼又有功課做 我明白 要有些事情做 就不會令自己那麼悶 但是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以充實功課 OK 但是有時候 你不會覺得 你學了 Lecture 學了某些事情 接著你 able 做那個功課的時候 很有成功感 對 有的 但是一本一本 就是有成功感 還有我覺得 為什麼有份功課 又有飯做 我自己懂得做 OK 那你未做又怎麼知道 你懂得做 我睜眼看 哇 我有點心想 但是其實我覺得 大過之後 會見到這個功課的重要性 就是 譬如我進到大學 你知道 譬如我這個SAM 其實我都是 每個星期一 有一份 assignment 其他都是 就是 quiz 或者 midterm 那些 但是 Let's say 因為在香港 通常是做功課 你是拿做功課 來做part of 你的study 你的溫書 但是 現在你進到大學 你沒有功課做 那你只看slide 只看書 其實是 好像 我知道 但是我找不到 東西去test自己 嗯 就是 找不到東西去確保自己 我是真的懂 就是我會 就是我自己來說 是很沒有信心 尤其讀書方面 我是需要這些test 啊 那些練習啊 去build up 我的confidence 嗯 所以 就是這個是 就是 視乎 每個人的學習 那個習慣 其實都是 就是如果沒有 那份功課 你可能要自己 找方法 去test自己 懂不懂 那樣東西 而且我發現越大一個 你會懂得怎麼看那份功課 就是你會有時候覺得 這個prof出份功課很廢 就是他真的 激不起你的 特別是考試 測驗那些 他出的那些題目 你會看得出來 是是是 功課未必是professor出的 但是那個考試 那些quiz 我不知道 是啊 有時候我會 某些功課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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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功課 可能是少了討論 然後 討論完之後 你就填那份work sheet 那些問題 我真的看了 其實 就 不需要 就是不需要 專門將這個 做成一份功課 因為很沒有必要的感覺 是的 那 回顧一下 譬如說小學 那時候 有什麼功課 你覺得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做你 重組句子 我不知道有沒有 有 我覺得有意義 很差 我覺得 可能因為我小時候 不懂得說話 所以 不懂得說話 你知道重組句子 簡單來說 你要懂得說話 你懂得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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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我不說話 然後我被朋友說 我說話要什麼言語治療師 我現在都要 不過anyway 所以我就不喜歡 我不喜歡 我記得 有個什麼 明目張膽 講了什麼 明張目膽 那這個錯別字 我不是 重組句子 這個四字成語 我不知道 我明白 我明白 重組句子真的很煩 譬如說你第一個字 你放到中間 很難找的 還有 例如你說 有個我字開頭 但那個我字只有一個字 它已經分成一個Session 那就是中間 還有 有時候你真的不幸運 你組幾次都組不到 是啊 有時候 這麼難的嗎 十個字 然後叫我們組出來 然後 我組幾次都組不到 不是喔 Sorry 你剛剛是說 很煩惱 SORRY 你剛剛是說沒有用 你覺得什麼功課沒有用 我的修法其實這份功課很有用 不是說 很有用 SORRY 我修法 你是不是不喜歡 你以為是不喜歡 這件事是教導我怎樣去講話正常一點 其實是的 而且它是可以幫到你 其實你可以realize 用同一套字 怎樣排是不同的意思 我記得有個 其實我不太記得 但是我記得有個例子 就是 不知道下雨 丹姐 等等 好像不知道是下雨去客棧 不知道做什麼 然後 它的意思是 你可以調和豆好 然後它會變成第二個意思 但實際這個例子我就忘記了 是的 嗯 因為很多從了句子 它其實 怎樣調那個order 其實有些order都合理 但是那個就不是標準答案 它不扣分 是的 一定會 那又是 老師的問題 這是教育制度問題 partially yes 或者我講一下 因為我開這個題 那就是 我覺得 詞語 就是 我們學校叫詞語 其實是抄字 每個詞語你學的 每一課 它有些重點詞語 你要抄 那些是最沒用的 我覺得 還有背襪 我想說背襪還可以 有一個不是背襪 它是讀襪 是 它是這樣 我不知道在學校有沒有 是背襪之後 我們有一部分 它佔20分 我很記得有20分 我永遠都不會拿到20分 我永遠 它錯一個字就扣5分 我永遠是20分沒有了 它就是讀一篇paragraph 是沒有聽過 沒有溫過 你是溫不到的 你就要寫 我也是5分 是0 我是0 我是拿不到 因為扣了4個字就沒有了20分 很差 因為我很多字 我真的聽過了 我懂那個字 但我不會寫 所以它給我一段 我沒得溫 那20分就沒有了 這個真的很討厭 很慘 好 那我們去到這裡就完了 多謝大家聽我們的Radio Show 給我看 我聽說 我快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